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今週的嘉賓是信匯證券行政總裁沈鎮營 跟我們分析一下大事走勢 沈大師你好 你好 見到港股今週與環球股市一樣 都是受到人民幣貶值所拖累 港股頭三日累計就跌了超過600點 去到昨天人民幣貶值幅度減慢 加上在業績股大動資下 先反彈大約100點去24,000樓上 不過今早早高開36點 最多升大約100點之後 曾經倒跌 接下來人民幣會否繼續再貶值 都是未知之數 加上美國就越來越近加息 24,000這個關鍵位 是否都比較難站穩 我想就不要用24,000這個位 因為其實經過前天跌到23,800左右 我們將支持位或者參考位 用23,800作為一個波幅的底部 24,000我想會在這個水平上下200點徘徊 先消化了人民幣貶值因素的震盪之後 才有望回看好的 但是對於後市的看法 我暫時不是太悲觀 我相信人民幣這一次 只是一次技術性的一個政策 令到人民幣的中間價和市場磨合 所以最終譬如昨天副行長翼剛 也說了人民幣大幅下跌10% 短期內是無稽之痰 也相信人民幣在這裡可以站穩 所以我相信對後市的看法 我不是看得這麼悲觀 站穩住23,800之後 只要上貨24,200 我覺得會有機會作出一陣大的升幅 看見銀行突然將人民幣大幅貶值 累計貶值幅度大約有3% 一眾以美元計價的股份 例如航空股、子業股等等 明顯受到影響 這種板塊今早雖然有一個反彈 但你覺得前景方面是否不穩陣 最重要是因為多了變數 我想穩陣與否也很視乎人民幣 往後的走勢是怎樣 以及有其他影響到他們行業的一個因素 譬如航股來計 油價、載客量等等這些因素更加是主導的 當然人民幣的影響是會有的 但是如果人民幣只不過真的正如易套所說 只是一個調節和可能是聲浪的開始 反而就是一個吸納機會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直播率 但是也有風險的 風險就在於我們未能夠有效地估計到人民幣怎樣走 所以來說 如果以投資或短炒的角度 是有分別的 短炒就駁人民幣依下企穩 一個短線的反彈的話 航空股自然會有一個升幅 但是不可以長線 因為長線來計始終看人民幣的大方向 變成長線投資來計 反而是不直播的 內房股接下來會陸續派發半年成績表 看回內地不斷舊市和出招放水之下 其實內房股頭半年的銷售數據也不錯 你預期接下來的半年業績是否理想 投資策略又應該是怎樣 業績我相信是理想的 就是售樓的情況 也陸續一些數據看都不差 價跌就亮升 雖然過去那七個月 內地的房地產價格下跌了 但是因為這樣而令銷售增加 那個賣樓收益是達到標的 內房股我想接下來 都可以偏向看好一點 但是當然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內房板塊裏面的不同股份 是質素參加得很重要的 特別是譬如說負債的情況 那個賣樓的表現等等 我覺得就不要當整個板塊看 應該在內房裏面找一些龍頭 或者財政狀況實力比較高的那些來買 就起碼安全程度會高些 那麽沈大師 以上我們講的你有沒有持有股份 沒有的 今天謝謝沈大師這麽詳盡的分析 每週講故下星期五再和大家見面